好,那我們現在要自己做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這個時候我們在建牆壁地板那個快速鍵 不是快速鍵,就是那個 小技巧,事實上就派得上用場 那我們一般來講,其實會先做 牆壁 會先做牆壁 我先用到我們的牆壁的工具,建立牆壁 你可以先按一下 他在上面所提到的 當然是蠻建議,如果各位回去有空 我們可以認真看一下 好,但是現在沒空 沒關係,老師在這裡 你看,我們就點一下 一樣 比如說你要做壁樓嘛,我就從這邊延伸 對了,各位 如果你們家壁樓還要再更大一點 這邊過不去怎麼辦 蛤 陷陷家的房子不夠大 層樓不是那條歌 對啊 要怎麼辦 縮小啊 來看一下 你看 你看上面 有沒有 這個 放大鏡 這個可以縮小一點 但是呢 我通常不會用這裡 為什麼 我問一下 各位 你們網頁的放大縮小 是用什麼壁促鍵的 Ctrl 加上滑鼠的 滾輪對不對 你如果要縮小 你一樣可以做這件事情 你知道嗎 Ctrl加滑鼠的滾輪 往後退它就會怎麼樣 我現在有點卡住了 有 有沒有 往後退有沒有縮小 我現在是Ctrl鍵按著 所以你們家 變大一點了 這樣了解的 所以如果你們家變大一點 自己想辦法 我已經教了 所以我點到它來 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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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結束 兜兜兩下 兜兜 有沒有這樣就一個 就出來了 對不對 就一個房子 那一定有同學說 奇怪 這樣子不是就住在監獄裡面了嗎 因為沒有門 沒有窗 還違反人權 有沒有 我跟你講 使用戰地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門跟窗 不用留空間 我們馬上等一下來試看看 這個 各位剛開始在建這個 牆壁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注意 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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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常常有時候會不小心點一下 然後就多一個 這樣小小的 這個是比較討厭的地方 因為如果你沒有注意的話 有時候你會發現 我要設 因為他點完 這樣子之後啊 每一段都是獨立的 什麼意思呢 你看 我點到他 有沒有發現這段獨立的 就是 每個兩點之間 是不是都獨立的 那因為我們要設牆壁 我們剛剛不是設過牆壁的材質嗎 那每一個都是 都是啊 所以有些人就奇怪 為什麼有一個白白的在那裏 就是因為你有時候多點一個 然後就留一個小段子在那邊 這樣清楚齁 如果你那段真的不要 你剛才點到他按Delete 有沒有就刪掉了 點到他Delete 這樣了解 好 那第二個 我們 剛剛有沒有用過地板的工具 有對不對 請問你 這邊地板 你要不要再畫一次 這樣子代表 裡面是沒有地板 雖然我們這樣看好像有一個地板 對不對 可是這樣是裡面沒地板 就是 看到這個網格狀就是沒地板 那你說我還要用 這個建立牆壁然後再慢慢點嗎 我跟你講 這樣點的時候很容易你們家會有縫隙 沒有填滿就知道 蟑螂螞蟻會跑進來 所以 你只要點到這個工具 裡面有腳 你看我在 因為我現在是封閉的 封閉的 我只要在封閉的區間 抖抖 你們就做好了 我需要再一次嗎 再一次 抖抖 抖抖 兩下 抖抖 就是只要你是封閉的牆壁 你只要點兩下 他就會自動在裡面形成 所謂的那個 那個 地板 而且你還可以反其道而行 什麼叫反其道而行 如果我先有地板不行嗎 先有地板可不可以 牆壁自動長出來 可以耶 我做一次給你看 你看我先有地板 我隨便畫一個 假設我用三角形的可以嗎 好 那我進到牆壁的工具 按一下 小技巧有巧 現在我在地板上面 抖抖抖兩下 記得喔 我現在進到牆壁的工具喔 抖抖 有沒有自動蓋好 這樣三明治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俗用餐廳的一個蠻大的優點 但是如果你是先有牆壁 要有地板的話 一個先決條件 必須是封閉的牆壁 開放的牆壁就沒有喔 什麼叫開放的牆壁來 你看一下 如果我的牆 是這樣子 我先做比較誇張一點 來 各位有沒有很明顯看到我中間 這裡有一個漏洞 這個時候呢 你如果進到我們的地板 你來這裡點幾下都沒有人要理你 因為這裡有很明顯破洞 但是我跟各位講 你們不會破那麼大洞 你們會破很小洞 所以 這個時候就要拿放大鏡來看 你知道嗎 拿放大鏡來看 你就會看得比較清楚 因為真的 很多 人剛開始用的時候 就是那個 沒有密合 那他有一個小工具可以用 你可以參考喔 在這邊 如果你真的不確定有沒有密合 奇怪我點就沒有 你可以這樣子 把這兩個牆壁框起來 按滑鼠的右鍵 他有一個功能 叫做 自動結合 有看到了嗎 牆結合 這個 按下去 有沒有自動結起來 這個是萬一你發現說 我為什麼點兩下不行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 但是他的前提是 一次只能針對兩個牆壁 你如果說 早知道這個功能那麼好 就全部拳起來 有沒有 拍謝不會接 因為他不知道要怎麼幫你接 這樣了解 他目前的限制就是 一次只有兩個 就是一次只能兩個牆壁接 所以我們最怕的情形 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會有那個小小的 結果你框過去 怎麼沒有強接合 那個選項 你看 我一次 如果比較多個 這邊會沒有強接合的選項 所以這個要稍微留意一下 好 好 這樣子 有沒有對牆壁的基本概念 比較有了 那 我剛剛講過了 如果你要加門跟窗怎麼辦 來 你看一下我們左手邊 有沒有一個類別叫門跟窗 這裡 有沒有在左手邊的那個 圖庫 裡面有很多種 好 我們先找找看 你有沒有 看要什麼樣的門 門 我們來看一下 他類型真的蠻多的 好我拿這個 雙開玻璃門 你找到之後你只要把按著 拉拉拉拉拉到這裡 放進去 各位 這樣就好了 我們不是講過不用幫門跟窗流動嗎 因為 門跟窗碰到牆壁就會自動打洞 所以你不要像水泥師傅那麼辛苦 樓在那邊 屋主就說 你再往右兩公分 不必 自己拔就好了 對吧 萬一這個洞不滿意怎麼辦 自己拉過去嘛 你就拉過去一點 你的洞就開過去啦 這樣知道嗎 你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 就開比較過去 來這顆樹我稍微移過來一點 比較不會打到 這樣子 這一間 放過來 所以你就點到他 移動一下 移動一下 有沒有這樣就比較過來 對不對 你可以自己調整 那我順便問一下大家 門 窗 你就會看到這個圖 請問這代表什麼意思 開門的方向 開門的方向 對不對 你看有學過Sketch-Up的不一樣 因為 室內設計的 一定會講到這個 這個是往外開 對不對 如果你要往內開 就按著他 他靠到裡面去 有沒有這樣就往內開 這樣有簡單嗎 就是往牆裡面靠 或往外面靠 他的開門方向 或開窗方向 就會變 所以很簡單嘛 那麼我們再看看 窗戶的部分 窗戶窗戶 來 雙開門 這是門的 這個 我們拿這個 丟到這裡來 來各位你看一下 比較 有沒有一樣自動打動 門 跟窗都一樣 好 那我點兩下 都兩下 你注意看 有些比較新的模型 當你點兩下之後進來 會有一個叫 修改開口 像我剛剛那個門就是舊的 就是舊版的 他就沒有這個 選項 那什麼叫修改開口 你可以發現我現在 窗戶是不是關起來的 所以就把它打開 人家說不要開窗戶才會健康嘛 好嗎 空氣才會流通啊 有沒有 開窗 確定 確定 有沒有開窗 這樣知道嗎 所以如果你學過 室內設計的 你就會發現說 原來 用這樣快很多 因為我們一般的那個 那個3D軟體沒有像 那麼方便 事實上他除了門跟窗外 還有很多 模型也有類似的功能 但是都是比較新的 比如說他有冰箱 有鋼琴 有筆記型電腦 都有類似的功能 那麼 另外呢 他也有人喔 這裡 他有三個人比較特別 有沒有看到一個人物跟動物 點進去 有兩個 一個男人 一個女人 這裡 這個男人 跟這個女人 因為呢 平常我們如果是一般的 像這個 你就坐進來 有沒有坐在草皮上 那 他就真的只能坐在草皮上 他不能改變 就是其他的那個 但是呢 我如果用這個男生 你看把他丟出來 好 丟在這裡 我靠近一點好了 在這邊 我能靠近一點 好看到他了 現在我點他兩下 咚咚 各位 他不叫 修改開口 他叫做修改姿勢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一般 三地亂裡面叫做 IK 逆向關節運動 他叫做修改姿勢 拼手就要拼手有嗎 放下來 舉手 對不對 來來來來來 有沒有 腳拼開就拼開 各位 要轉方向 有些角度 你用這樣不好調 正面不好調 你要轉個方向 腳稍放起來 好不好 身體 往前 有沒有 但是不要做出那個 違反 人體姿勢 有沒有 你要叫他 跳躍 你就看 這樣了解 頭也可以動 這個叫IK 逆向關節運動 好所以如果你確定好了 你再把他按確定 確定 他就跳了就看我了 呵呵呵 所以他有三個人 那這裡不是一個男人一個女人嗎 還有一個在哪裡 在雜像裡面 這個你們在外面賣場就看過 有一個叫做雜像 這個好像是六點幾里增加的 沒關係那個我部落格上都會寫 來你往下走 有一個有一個 人 你們一定看過 來這個 有沒有一個叫模特 去 大賣場有買過木頭做的 那你把這個拿出來 你看到其實就很熟悉的啦 這個啦 有沒有 大賣場不是有這個嗎 木頭做的那你就可以一樣修改姿勢 自己調 一樣 對不對 他都是關節嘛 那你也可以修改他的材質 所以可以改變他的顏色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個給你參考一下 就是 門跟窗 他那個叫修改開口 那人的 就是修改姿勢 那我剛剛還是強調一下 不是只有門跟窗可以修改 因為有很多的模型都有 只是散佈在不同的類別裡面 如果你真的想看呢 你可以到那個部落格 就是那個 這裡 有沒有 有沒有一個單元叫新功能介紹 我會告訴你 哪一個版本增加了什麼東西 像這個6.5 增加的就是 一些 那 剛剛那個 就是在這裡 6.0的時候增加的 就是這一篇文章裡面的介紹 那我有告訴你 到底有哪些 你看這裡有桌子 有沒有 桌子 還有 全部的模型到底是哪一個 我通通列給你看 這樣有認真寫 我已經盡力了 好 所以 這樣子 有沒有比較清楚 門跟窗怎麼用的 了解嗎 他只要碰到牆壁 他就會打洞 就會打洞 那 現在 剩下的就是 擺放家具 對不對 還有 墻壁的顏色 材質可不可以變 可以 對 那 比如說你在 客廳 一樓大部分都是客廳比較多 客廳在這個 Lag 裡面 其實就是要做起居室 Living room 不是嗎 OK 點下去 但是各位不要去 太局限說 一定要買個類別 因為有些時候你要的東西 可能不是在那裡 所以善用上面的搜尋 這樣了解嗎 好 比如說你的 這裡面你需要一個電視櫃啦 之類的 或者是需要一個桌子 你就可以找找看有沒有你覺得你喜歡的桌子就麻煩進來 好找找看 然後沙發 對不對 沙發 這裡有懶人 懶骨頭 這裡也有 在這邊 有沒有 就是看你的需求擺進來 那他也有地堂 好那這裡還有這個 轉角沙發 我就把它放一個進來 所以有沒有感覺 第一次 購物 完全沒有 對完全沒有任何負擔 喜歡什麼 就把它帶回去 好那你自己調整一下 那我順便把一個電視 把它放上去 牆上的電視把它放上去 好 這樣子 有沒有一個基本的 就有了 但是這樣絕對 你不能把它當作你的家 為什麼 因為電視上也沒有放你喜歡的電視節目 沙發的顏色也不見得你滿意 請問可不可以換 對嘛 我會問的就一定可以 對不對 所以 所有沙發的好處就是 有很多東西是可以客製化的 可以客製化 好來我們 先現場調查一下 你電視要放什麼電視節目 你有要看什麼電視節目 好隨便拿 隨便找一下 沒有 沒有就隨便找了 好那我們就來找一下Kitty好了 好找圖片 但是你要稍微留意一下 我們在這邊 剛剛在這裡 你要先注意一下就是你的那個電視的 比例 我的是比較寬的 所以你如果找一個比較長的 直式的圖片放進去 是不是像我會比較差 會不會切到 所以我就要找一下比較橫式的 那我們找找看 找找看 像這種比較橫式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可以 好點下去 我就把它下載下來 按右鍵 另存影像或另存塗檔都可以 好把它先放桌內障 OK 那現在呢 我就要來換 我在這邊 點兩下 電視的模型 其實所有模型都可以點兩下 那你點兩下之後 看一下我們左手邊 有沒有一個顏色跟紋理 單純改顏色當然沒問題 直接改 紋理也可以直接改 但是它有一個紋理 一個叫材質 有沒有發現 這兩個有一點點不一樣 如果你是用紋理 是代表說 我就 整個模型 全部都用你選擇的那張貼圖 直接蓋掉 可是我現在是只要電視上的畫面 換就好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就會選擇材質 因為你可以去選擇換其中哪一個部分 這樣了解 好 我就 按一下 修改模型材質 好你來看看 它電視機 由四個材質組成的 有沒有 四個部分 那 模型到底有多少的 部分組成 要看當初它怎麼做 好 你看 我們點到這個 有沒有發現這裡會亮一下 因為這個是裝飾的那個 電視下面那個裝飾條 它會亮一下 我們現在點到的 要換的是這個螢幕 有沒有發現會亮一下 你就知道你換的是哪裡 這樣知道嗎 如果這裡沒看到 有可能是在背面 你不要忘記你是3D好嗎 好如果你前面沒看到 你看TV Back 有沒有它的邊框 所以我不是要換這個 我是不是要換這個 所以這裡 先決定好你要換哪一個 再來 接下來 你一定要知道 你們家的電視 它的大小 就是 一般我會計 寬度 就是它的寬度是多少 為什麼 各位記不記得 我們剛剛換地板的那個 草的時候 我的草如果不多大張 是會 變成像那個 磁磚這樣拼貼 這裡也是一樣喔 如果我的材質的大小 跟這個 小 它就會怎麼樣 變成第2張第3張第4張 這樣有沒有了解 好所以我通常會把這個數字稍微記一下 好那我現在就告訴他 在這裡 我不要顏色 是不是要一個紋理 紋理就是像圖片 那我就點到這裡 按下去 可是我們裡面有沒有HELLO KITTY 沒有 所以我就只好 按右手邊 這裡是不是有個插入 我自己去找的嘛 按下去 那你可以從這裡面直接挑 直接去選 選你的檔案 其實 通常我會比較偷懶 就是我就按著拖曳丟進來就好了 那我今天認真一點 我認真選一下 找到KITTY 找到KITTY 我看一下 我要認真的時候就找不到他在哪裡 應該是這一張 有沒有 好 開啟 有沒有在裡面的 好那我下一步囉 重點來了 有沒有發現 他預設只有20 20有沒有感覺像姓名貼一樣 對不對他就一直拼拼拼嘛 拼到100為止 所以 剛剛是多少 是102.8 至少那天外框的話是102.8 所以我就不能 太小 比如說102.8 102.8 好這樣子 下面比例他要自己調 OK 完成 確定 有沒有感覺HELLO KITTY已經出現在你家電視上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啦 可以 他目前不能做的就是裡面不能放裡面 確定 這樣會玩過嗎 請問 你們家的抱枕 可不可以換 那個都可以換了為什麼抱枕 不能換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就點兩下 DODODO 找到材質 一樣的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用四個組成 那這兩個抱枕是同一個材質有沒有看到 對不對 然後呢 一是什麼 一是沙發本身 有看到那個亮的嗎 然後 二 是上面那三顆 所以這樣應該比較清楚吧 好那所以如果你要換的是這兩顆 那你就自己 一樣的 跟他講這兩顆我要換什麼紋理 如果你要跟剛剛這個一樣 但是比例不大對啦 所以你會看起來怪怪的 有沒有感覺 因為他兩個貼在一起 好兩個貼在一起 所以 這就看你要怎麼換 這樣會不會的 所以你們家 就可以透過這樣是不是就可以換東西 因為這樣才會變成你們家 不然永遠都叫做樣頂屋 這樣才會比較有概念 這樣清楚 好OKOK 給各位先試著玩玩看啦 等一下我們再往上看跟往下挖 好